水鲜花的种植要先准备好合适的种球 要选择球体饱满壮实的种球 然后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土培还是水培 将种球经过适当修剪消毒处理之后 就可以放在培养机制里种植 之后注意光温水培的养护 水鲜花种植需要选择合适的种球 最好是球体饱满壮实 没有虫害的健康种球 可以选择土培或者水培都可以 将种球经过清洗消毒之后 放在阴凉处自然量干 之后就可以准备种植在合适的菜肥环境中 水鲜种植无论是水培还是土培 都需要注意养殖环境温度控制 适合水鲜生长的温度 在18至24度之间 要避免温差过大的环境 忽冷忽热不利于种球的生长发育 冬季要注意保暖 夏季要注意降温 水鲜花种植需要有良好的光照条件 建议每天采光的时间在6小时以上 可放在通风采光良好的阳台上养护 接受明亮温暖的阳光滋养 夏季要注意避免强光照射 合理的光照有利于水鲜更好的开花 水鲜花的生长还需要有一定的肥料 施肥必不可少 但要注意每次施肥的料不可过多 注意薄肥禽湿 水培种植的话 可以在每次换水的时候 添加一至两滴营养液 相当于补充肥料 都是为了水鲜花的生长 能够有足够的养分